校園組別得獎感驗 我們找個案子的時候非常困難 因為很多病人都不願意出鏡 所以我們都圓落了差不多十多間 癌症中心中心 都很難找到個案子 但最後很幸運就找到兩個案子 令我們最深刻的是 其中一個案子是關於阿蓮 他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他也跟我們說 他一個月就賺兩萬元收入 但他要給差不多十萬八元的錢去買藥 所以他那時候是沒有多少錢去買標把的藥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故事 可以讓更多人都明白 癌症病人他們面對的困難 而且希望政府可以了解到癌症病人的需要 多點跟他們溝通 讓他們都可以給予更多的資助給他們 我們有時跟了很多晚 而他們發現的義工會留到十一點多 十二點多都還未離開的時候 我們究竟要去猶豫跟不下去呢 而有時跟下去之後 看到他們之間合作 或者大家都會放下家的東西 然後去處理了現在要先推翻法團的東西 這些場景都很感動 我們拍攝這個系列 其實就是想大家看看 一個社區動員的過程中 每個人怎樣可以貢獻自己的力量 可以令到整件事去承認 我覺得如果真的可以 這個餐單上面的營養標籤可以立法 其實真的可以造福到很多不同的人 因為本身家人分是不太健康的 或者有其他食物是敏感的 那我也覺得 無論是只標籤了哈努尼亞 或者裡面的營養成份 或者是標籤一些 它裡面有致敏原的食物的話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如果真的政府可以立法 這方面 我覺得是值得繼續去追訪和報導 那就 path if you can 去找 video 這個嘉賓 我們都會在這兒 在那兒 影片看起來 不應該是把 這點是 某些場景 如果是你們